字幕志愿者 red news Overall, 凌晨 PKC ご視聴焰喪詢 breve 经营照方面的问题 那我問你 不是一样吗? 你要解决的问题 假设我是组织经营问题的解决 來 你看 組織經營問題的解決流程 組織經營問題的解決流程 那就是我們企業管理上面的研究方法 所以我一開始跟同學講 今天只講一個簡單的理論 叫做系統理論 它可以從日常生活應用 到真正我們在解決 我的企業管理的問題 企業組織上的問題 當然我還可以再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說這個系統理論裡面呢 輸入過程跟結果 我補充一下 不是只有很小的 小可以小到小到很小 一隻小螞蟻 一隻小螞蟻裡面不是也有它的系統 等一下 小螞蟻本身也有一個小系統 它的消化也會有系統 對不對 它的神經它走路 它就要去觸覺判斷 哪裡有東西可以搬 它就是一個系統 好 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今天整個社會 整個世界 世界上整個生物是不是一個系統 整個大環境也是一個系統 所以它從小可以小到很小 大可以大到很大 都是一個循環的一個系統 都是一個互相影響的一個系統 好 如果剛剛講的 我系統理論用在生活上 用在我很細節上 或者很大上面都可以 我也可以用在組織經營上面 包括營業額 績效等等 接下來我們看 上一堂的例子談到系統理論裡面 系統理論裡面 我們應用在日常生活 輸入是什麼 問題在哪 如何解決 結果是如何 那我們企業管理的方法概論 我們講的是 將來企業專題製作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 問題在哪 解決的過程 結果是如何 如何回饋回來 這個我舉個例子 以組織來看 我舉個例子 營業額沒有辦法提升 問題在哪 為什麼會有營業額沒有辦法提升 我要怎麼提升我的營業額 如果績效不好 跟營業額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同樣的 我們有資訊 如果我用剛剛那種概念來看的時候 我用剛剛那種概念來看的時候 同樣我還是要分析 我還是要分析 對不對 我還是要分析它 還是要分析它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當然公司要自己做檢討囉 對不對 自己要做檢討 那好 如果是對組織這個部分 我們要做分析 你們認為我可以不可以 或者你們可以不可以 針對其中的一個部分 也許這比較難 你可以找組織裡面的其他的問題 舉個例子說 上班的這個叫做初缺勤 我們講初缺勤好了 初缺勤有一些問題在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決 初缺勤怎麼解決 這也是一個問題啊 有沒有還有什麼企業界 組織上面的一些問題 有沒有辦法想出來 如果說你現在想說組織 組織很大的一個解釋喔 組織不一定是企業啊 可能是你們班級也是組織啊 班級也是一個組織啊 學校也是一個組織啊 企業界的某一個單位 某一個生產線也是一個組織啊 組織裡面有些問題 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 那你要講管理階層什麼 管理階層本身也是一個組織 那叫做幕僚組織啊 好 那同學們有沒有辦法想到說 企業界有哪一些可能發生的問題 需要解決的 人事布局 好 來 我把你們寫的 你們的想法 我把它列出來 譬如說 人事布局 人事布局 人資的問題 還有哪一些 還有哪一些 品牌情銷 品牌情銷 還有專案啊 專案的話 專案應該是說 跟績效有關 對不對 專案就是說 它的 也許叫做什麼 每一件事 每一件工作 所以它如果說我這樣寫的話 應該把 績效裡面可以用 專案的績效 專案的績效 品牌行銷專案 品牌行銷也是 也可以把它列成一個專案 一個裡面一個小專案 對不對 然後人事布局 假設說 現在我人事布局是因為我要設廠 我到越南設廠 我去人事布局過去 那也可以當一個專案 這樣懂意思嗎 還有沒有哪一個問題 還有哪一個 還有什麼 想到沒有 沒有要點名 用點的 郭太元是誰 來了沒 好了 你認為呢 有沒有哪一個 跟組織有關的一些問題 想想看 詹佳蓉 你看那個窗外 你越看窗外 我越會點你 有沒有什麼 企業組織上面的 想想看啊 多參與 多思考嘛 有沒有什麼看法 有沒有 想想看 很多 還有很多 譬如說 如果你要去思考 你記得我上一堂課 有跟你們講 我們企業管理的類別有拿 或者管理類的有幾個類別 企業管理啊 生產管理 生產管理 產消 人發財 對不對 那在人資方面 在生產呢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對不對 對 好 假設 品質 假設 這裏面是品質 或者叫做什麼呢 不良率 這就是產 這不是銷嗎 這不是銷嗎 這是人嘛 然後呢 研發產品 這專案裡面也可以用研發產品 研發嘛 對不對 研發的績效 或者這是財物嘛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每一個類別都會有一些問題 你怎麼去解決問題 把它列出來 然後解決的方法 解決的方法呢 必須要透過什麼 透過很多資訊 透過很多資訊 資訊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一個文 文獻探討 文獻分析的部分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們從一般的生活 應用 一直到企業界的應用 企業界這個問題解決的部分 都可以這樣處理的 都可以這樣處理 那我們來看看 假設說 假設說我現在應用到這裡以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我把類別 產銷人發財列出來 你可以想很多問題 如果你是真正在 真正在這個 食物工作上面 食物工作上面的時候 會有非常多的問題 都要去解決 在企業界 要很多問題要解決 每天都有新的問題 每天都有 班上也會有新的問題 家裡會不會有新的問題 會啊 每一個組織 家庭也是一個小組織 都會有它的一個問題產生 每天有新的問題 好 那範圍當然我們類別是這樣 範圍 這裡面小的 生產裡面也有一個小範圍 可以去做探討 譬如說 生產管理裡面的 生產線時間的問題 生產線物料的問題 生產線排層的問題 如果說我行銷 行銷要用什麼方式行銷 行銷出來的結果效果如何的問題 等等都是我們要去探討的 都是我們要探討的 那這麼多問題出來 如果不能解決 你談談問題要幹嘛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同樣道理 我這樣講 不要說我在說教 上課一樣 上課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麼多課程 就是解決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 你們基礎的問題 基礎能力的問題 希望你學到這些之後 解決後面 畢業以後要面臨的一些問題 好 那我要問一下囉 解決的程度要到哪裡 要解決到什麼程度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應用 研究來應用 企業研究 我要解決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做到怎麼樣子 它有層次 有層次 來 你說 最根本的問題解決 好 最根本的問題解決 假設說 我現在解決的只是一個 如果說我現在為了要上課 假設我跟你們一樣是學生 我現在為了要上課 我家境不好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打工 那解決只是現階段的問題 資本 資標 我畢業以後 我是不是要解決我自己 將來成家立業的問題 那可能就不是只有現階段這種解決 我打個工就好了 不是喔 你要想說 我畢業以後 男同學當兵 女同學直接就業 就業兩年以後我會怎麼樣 四年以後我會怎樣 十年以後我會怎樣 我要怎麼樣去調整我自己的能力 那個就有層次問題啦 是不是 好 如果層次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看 我在底下 我在這裡底下寫了這幾種 這幾種 企業的問題解決有層次 有好多個層次 課本講三個 我提出了四個 我提出四個部分呢 第一個叫做描述 描述跟解釋 今天老闆跟你講說 我的生產線上面呢 日產量只有2500個 為什麼我們不能達到2800個 你把問題找出來 你把生產線的所有問題分析 我透過資料 透過很多資訊 找出他的問題 發現說 我2500個原因是因為 我的生產線轉的馬達 我生產線在輸送帶在輸送的時候 我只能調到這個速度 因為我設備只是這樣子 那只是在描述跟解釋的階段 然後你解決啦 你問題解決啦 你知道啦 你知道說 我為什麼生產線沒辦法達到那麼多 是因為我的基本設備的速度就在那裡 那就解釋嘛 描述嘛 那要不要去做研究 還是要啊 因為我必須要去做 把目的是了解 為什麼我不能達到一天2800個 而只能在2500個 我不能加班 因為加班的時候呢 我的成本增高 解釋 為什麼不能加班 我成本增高啊 因為我2800件可以達到沒有錯 可是我加班費增加 我成本增高啊 不行啊 這叫解釋跟描述 我達到這個程度夠了 因為我們時間上 或者老闆要求 或者我們整個生產線要解決的 就是這一點 因為如果你要增高 很簡單的方法 買新設備 然後會計單位去計算經費夠不夠 夠了 這樣就好啦 第二個層次叫做驗證 驗證的層次是什麼呢 我出現一個問題了 剛剛講 假設專案的問題 專案 譬如說 剛剛同學講 人事部局勢專案 某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呢 我要在越南廠 設備 設立一個分公司 好 這個分公司設出來以後呢 結果是什麼樣 我要去人事部局 我要找五個人去那邊全程的掌握 全程掌握 那我要找怎麼樣的人 可能是一個廠長 然後一個什麼樣的經驗人 什麼樣的經驗人 我們就開始把這個專案弄好 要去之前 也許你要去預估 如果這幾個人去 兩個月內可以把它搞定 可以生產線完全正常上線 兩個月 好 那我開始的時候先做這個規劃 真正兩個月以後能不能達到 那就是驗證 那驗證 一個是事後驗證 一個事前做驗證 事後驗證 當然最後結果就出來了 對不對 他們幾個去把這個專案搞定了 把這廠設定好 兩個月真正上線了 沒問題的 另外一個驗證 事前驗證就是 我這樣做 我派的人 他的能力 他的這個類別 我用別的公司 我收集一些資料 別的公司 設廠的經驗等等 做一個比較 我可以驗證他 我可以驗證他到底適不適合 對不對 這種方法做好不好 可不可行 這也是一個驗證 另外一個呢 更高的 這高一層 叫做預測 什麼叫預測 知道嗎 就是預測未來的導向 未來的事情 將來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來 那個同學 最後一個男同學 預測 你認為預測是什麼 什麼叫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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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解釋 告訴你說 這幾個不同的部分 將來我還會慢慢告訴你 解釋跟描述 我怎樣做 我可能用統計的方式 我用什麼呢 我用最簡單的 我用最簡單的次數百分比就可以做描述 描述他的狀況 現況 那我要驗證的話 可能在統計上面 我要用相關去做驗證 我可能要用這個T考驗去驗證他 好 那什麼叫做預測呢 因為預測剛剛同學說 要想將來可能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可能會如何 最簡單的預測呢 我們稱它為回歸 統計叫回歸 我慢慢都跟同學講 這叫次數百分比 次數百分比 這個可以用相關 可以用T考驗 然後這個預測可以叫做regulation 叫做預測回歸 這叫做回歸 順便告訴你們 好 最簡單的回歸概念是什麼 人家說 假設父親身高180 母親身高160 將來小孩會多高 有可能 有可能平均 有可能呢 都像母親 有可能都像父親 那你怎麼去預測 你可能要找100對夫妻 1000對夫妻 然後他的身高做一個統計 得到一個結果 我預測嘛 同樣道理我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說我生產量的預測 我在解決問題的一個預測 生產線上面我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我預測會得到什麼結果 這是預測啊 這也在我們的研究的一個層次裡面出現了 最後一個層次 最後一個層次最難的最高的 你們根本不可能去碰到的 如果是大學部的同學 我建議 我建議 大學部同學你們在做專題製作 到第二個驗證 頂多到2.5 到這個預測一點點 預測大概可以了 就很可以了 很高了 碩士班 一定要到預測以上 對 要做的結果 要做的結果 不是說他才能當預測生 可能他已經生的時候他還不懂 他還不知道 可是等到他真正碩士班的結果 他必須要達到預測以上 他的結果 那你們可以做到驗證或者預測都可以 你們將來的專題製作 博士一定要到理論的發展 什麼叫理論發展呢 像剛剛我說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呢 一直在講系統理論 系統理論 系統理論 對不對 那個是人家發展出來的 那個人 他在大概1960年代 發展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怎麼樣用的 他叫做Eastern 那個人叫Eastern 他發展 因為他發現說 很多事物都是這樣子 所以他把它變成一個不變的道理 那叫做理論發展 或者 茄莉莉 有聽過茄莉莉理論 斜塔掉下來速度 有沒有 印象中對不對 或者牛頓原理 這叫做理論發展 那也許呢 將來我們氣管系的 博士班的人 他發展的是什麼 他發展的是說 某一種現象 某一種管理的模式 員工都會很努力做事情 他發展出來 他經過很多次的驗證 然後他的獎勵模式 他的這個上班的方法 哪一種行業必須要這樣做 他的效果會很高 這就是理論的發展 這是很難的 很難的 他不是那麼簡單的 因為他必須要有百分之八九十正確率 而且都能夠普遍使用 這才叫做理論的發展 好 到這裡 聽得懂意思嗎 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剛剛到現在 上一堂課到現在呢 我有幾個 我有幾個要複習的 第一個要複習的是什麼 第一個複習是說 企業管理的流程 我可以用所謂的系統理論把它蓋過 系統理論如果你要了解 我可以從一般生活的系統 你要去解決問題 來了解它 然後再把它轉換成為我企業上面 不管組織 公司來運用到 如何轉換成為企業研究 將來你們專題研究 而且專題研究的層次 如果以你們來講 你大概到預測就很不錯了 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將來研究生他預測以上 甚至一道理論的發展 那我們同學呢 大概是描述解釋次數百分比的應用 然後呢 T考驗 ANOVA的應用 這是統計的 我都會跟你們講 到大概十五六週 十四五週 我會跟你們講 好 這些是我們的層次 可能要達到的 然後 你看 什麼叫做研究的流程 我再下一張圖你就知道了 這張圖還是在這個範圍內 輸入 過程 輸出 目的 研究策略 結論 好 你看喔 如果你是曾經翻過你們學長的 一些研究的報告 或者企業專題報告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名詞都在上面 包括什麼 緣起 為什麼要做 緣起的意思是說 我告訴人家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為什麼要解決這個問題 產銷人發財 人力資源裡面的組織行為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 這叫緣起 別人做了解決不了問題 或者我公司因爲什麼原因 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叫緣起 緣起也在輸入裡面 有的緣起以後 我會發展一個目的 我解決哪一些目的 我目的是解決的問題 問題點在哪 我要解決到什麼程度 這叫做目的 然後再來我有很多資訊必須要去查 理論要去查 方法要去查 如果說我舉個例子 今天是薪資 薪資有很多種 很多種方法去合計薪資 有這案件記籌的 有利潤中心分紅字的 有很多種方法去做薪資 對不對 好 那這薪資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我就是理論 資訊 方法去看 我可以很多從圖書館 從網路 從人家的企業界的報告等等 我可以找到這些 然後開始做資料的比較 或者說我要去收集資訊 我怎麼收集法 我也許從圖書館 其他拿到一些資料 認為說我們公司 也許用紅利字比較好 分紅字比較好 然後到底好不好 我可以同時把公司的人員工 找來給他們去發表意見 發表資訊 然後資訊拿到以後呢 我們才會做分析 等一下我一點名就知道 哪幾個講話就一直記錄了 後面四個 看手機看好久了 玩好久了 我都知道的啦 我都會記起來的 你問過上午選過客人都知道 哪一天哪一天你跟誰講話 我都會記起來的 不要以為說我沒有看 你要看你一下你不注意 我繼續講 繼續講是因為我怕影響到別的同學 接下來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研究的對象是誰 也是很重要啊 這些通通在策略裡面 分析 有了這些資料才能做分析 分析最後有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跟結論就是我們的輸出 我們的輸出 輸出完以後呢 回饋回來是什麼 我們常常在報告裡面有叫做建議 結論與建議 對不對 結論建議 然後回饋回來看題目對不對 回饋回來看 我有沒有解決到我們公司的問題 這樣子就是整體的概念 這就是整體的概念 整體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在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面 通常企業管理 我們的專題裡面 第一章叫做序論 緣起目的都在第一章 第二章叫文獻探討 資料理論方法都在文獻探討裡面談的 第三章叫做資料研究的設計 是說你用什麼方法 你對象是誰 你用什麼方法 對象是誰 你什麼時候做的 做的工具 所謂做的工具 就是說我用什麼方式去拿到資料 我用問卷呢 還是攝影呢 還是什麼 再第三章 第四章是分析 把資料拿來做一個統整分析比較 最後第五章是叫做結論建議 就完了 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堂課 跟同學講說 企業整個流程的做法是這樣子 將來慢慢會匯整 還會匯整完給你 讓你知道第一章是什麼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是什麼 每一章的目的在哪 然後它跟我今天講的理論 的系統理論呢 有什麼關聯性 慢慢地進入狀況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的話呢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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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看一下 你可以找一個研究題目 找一個研究題目 這個研究題目呢 我先這樣看好了 找一個研究題目 這個題目如果是個人的 大概會是個人的興趣 個人的需求 你會去找一個題目 做一個研究 那如果說這是組織的 你可能會從績效的觀點來看 從成長 從組織的成長 從組織在運作發生的問題 來找出你的研究題目 會找出他的研究題目 那我們可以每一個同學 都可以找一個題目 我們也可以 所有同學分成五六組 找一個題目 當然我會最後呢 因為我要真正run一次 把結果每一個人都會有一份報告 同樣的東西 大家寫出來了 你們共同的作品 當然我也是一起努力 所以我最後呢 會只有一個題目 我們從一個題目一直做到尾 等於這一堂課 這十八週 講完你也等於做完一個題目 絕對有辦法 絕對有辦法 帶著你們做 好 這是一個概念 題目你一定的概念 那我們接下來 我會要同學們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這麼多人 我分五大組 我分五大組 你們自己去定你的題目 討論出來 然後五個人 五個人 六個人左右 討論 討論結果呢 寫出來 我要寫什麼呢 寫說大概可能對象是誰 解決問題是什麼 理由是為什麼 要做這個題目 題目內容 名稱叫什麼 我會針對題目 做一個檢討 檢討以後 你們從過程中去學習 為什麼題目要怎麼定 為什麼別人定的說 這個老師認為他定的比較好 為什麼這一組的老師認為說 他定的會有些問題 問題在哪 好 那我們怎麼分 按照位置分 按照位置分 我們大概用15分鐘的時間 15分鐘的時間 討論 然後寫出來 我們下次就把這個當作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